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演示一下新推出的免费AI Track GPT跟检映 一起三分钟内制作一个视频 首先我们在这个位置打算要做的主题 我们就写 请用春天的花朵来写文案 用来做视频发布到网上 看看它回答怎么样 很快 它就有答案了 而且还写得挺不错的 比我写得还好呢 你们说是不是 好了 不用一分钟 它就差不多写完了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标题 就在这里继续打 请给它取一个吸引人的标题 用上Check GPT跟检映 很快答案就出来了 但是好像不是很好 我们再叫它多做几个 让我们选一下 我们在这里打上 多做几个 好了 然后它很快 又给我们选了好几个 如果你们觉得还是不满意的话 就继续让它继续做 好了 我们把刚才的文字 复制下来 然后打开检映 放到图文成片那里 粘贴进去 然后选一个声音 就由简映来生成视频 马上就好了 视频已经生成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春天是大自然的重生季节 也是花儿绽放的季节 漫步在春日的小镜上 看到满园的鲜花蒸奇豆艳 一种幸福的感觉 由人而生 花开的美丽 不仅仅是给我们的视觉 带来了震撼 更让我们在身心上 得到了一种 无与伦比的愉悦感 粉色的樱花 被誉为春天的使者 轻轻地在春风中舞动着 花瓣飘落的时候 如同仙女的翅膀 美得让人心醉深迷 紫色的紫轮蓝 芳香扑鼻 它用一种平凡而又细腻的方式 为春天增添了一份 静雅的气息 黄色的油彩花 像一片一片的金色海洋 带来了一种温暖的感觉 它散发的花香 更是让人陶醉其中 每一朵花儿 都有着自己的美丽 无论是它的颜色 形状还是芬芳 都各具特色 在春天里 我们可以享受到 大自然的馈赠 感受到生命的气息 同时也要珍惜这一切 让自己的心境更加平静 宁静 让我们一起 放下忙碌的脚步 走进大自然的怀宝 与春天里的花朵 一起舞动 感受生命的美好与喜悦 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 记得给我点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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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